生活王國健康講座 我們決定在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就在荔枝閣長沙環道8889號華創中心709 黃昏時候6點至8點 我們邀請到Lillian 我 電腦仔 還有一位現場拍攝的歡迎提問 名額20個 是做印度草本 應用和為什麼對人體有用的健康講座 希望大家參加 有問題可以即場問的 拜拜 大飛漢天下 習近平見俄羅斯之前 出資給西方國家找到 找到就是中國真是軍門俄羅斯 你不認不認還需認 因為根據海關的數據 看到就是中國最大的國有國防承包商 中國北方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在2022年6月將1000支CQA部槍 發給一家俄羅斯的公司 這間公司也都是俄羅斯國家和軍隊有業務往來 就是沒有直接給你 但是賣給你俄羅斯的公司 就是好像民營一樣 CQA部槍以M16為模型 在數據中被標記為民用獵槍 意圖避過美國的制裁 中國的准軍事警察 以及從菲律賓到南蘇丹 以及巴拉圭武裝部隊 都是使用這一種步槍 而數據也都顯示 2002年俄羅斯實體收到中國公司 12批無人機零件 以及超過12噸中國的防彈衣 這些貨物都是通過土耳其運輸的 雖然海關數據沒有顯示 北京正向莫斯科出售大量的武器 專門用於援助其戰爭的努力 但是它揭示了中國正向俄羅斯公司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報告的雙重用途設備 就是說既可以是民用 也都可以是軍用 這個是首次確認 中國正向俄羅斯公司 發送步槍和防彈衣 更加牽涉無人機和無人機零件 仍在發送當中 即使至少有一家公司 承諾暫停向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業務 以確保它的產品不被用於戰爭 但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而2022年11月和12月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又稱大疆創新 通過亞聯酋向俄羅斯一間小型經銷箱 發送無人機零件和電池相機 大疆是一間中國公司 因為向中國政府提供無人監視設備 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 自2021年以來一直受到美國的財政部制裁 當然來到這裡 中國大使館劉鵬宇說 中國沒有製造這一場危機 它不是危機的一方 也都沒有向衝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但是被問到這些數據的時候 波蘭駐歐盟大使安傑伊薩多斯 他說由於非常嚴重的潛在後果 這個信息應該立即被核實 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在烏克蘭上空 打下了一架寫著Made in China的無人戰機 現在是還原了 你打它下來 掉到地面 現在烏克蘭是將整架這樣砌出來 而它裏面的核心技術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就是說中國 是真真正正有參與到這一場戰爭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而現在還經核實 因為這個是海關數據 只要土耳其 亞聯酋去配合 然後將貨物清單擺出來 接著核對一次 這樣我相信都走不了 而這隻無人機打下來的話 其實已經是一個證明 拜拜 patient發展 佐詢 此處